很早之前 我就已经喜欢你了 只是当时我知道 你因为家庭的原因 不愿意触碰感情 所以我始终没有迈出那一步 后来 你遇到了余芷 而且跟她走到了一起 说实话 我很难过 但同时我也为你高兴 因为我以为你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幸福 只是我没有想到 余芷把你伤得这么深 我很心痛 我想要给你一个家 给你美好的下半辈子 给你美好的下半辈子 思成 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 你值得拥有一个 最好的爱人 只不过 那个人不应该是我 应该是一个比我更优秀的女孩 而且 我现在没有心情去考虑感情上的事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高兴 给我一个机会 也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你需要开始新的生活 你的生活应该是开心的快乐的 而不是痛苦 在此我离分多伤人 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 当永恒不再属于我们 我只能哭笑银沉 也要这样不去承认 多爱你只能自己忍 我想跟你谈一谈 当爱人变成爱过的人 命中注定原来不是我们 为何想爱过的人 非要爱成陌生人 才能证明曾经爱多深 你今天来找我 到底想要说什么 我 我 我想问你 你到底有没有帮孟子云去信爱瑞华 我曾经解释过 可是你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定了这一切 既然不相信我 又何必再来问我 高兴 我从遇见你的那一刻起 我就选择完完全全地去相信你 甚至是这一刻 以至于未来的每一刻 我都想去相信你 所以你能告诉我 你和穆子云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是实吗 宇芝 你对我的信任已经没了 就像我们的对切 失去的东西 无法再找回来 所以 今天我说得再肯定 对你来说依然是不确定的 我 无论我是否参与过表姨的那些事 我和她之间的血缘关系 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而这一点 在你心里 会是一根永远拔不掉的刺 既然如此 我们又何必再去接触对方 去伤害彼此 可是我 你对我的信任已经没了 你对我的信任已经没了 我再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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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什么